张曼娟在这次的作品当中提到了自己最初 从日本文化里面所接触到的大人学 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也不止日本 其实在台湾又或者是我们身处的马来西亚 社会老龄化已经是必然趋势了 但是大家关注乐龄人士福利的这个同时 其实还有一个年龄层的人经常是受到忽略的 那是一个很多人都企图逃避的年龄 或者是一个身份定位 你说有多少人会大方地承认 自己已经步入中年了呢 但是其实中年很重要 也可以很美好 你可能还不是中年 但是你身边一定也有一些中年的亲人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少年期待成年可以开创人生 一切充满想象与希望 老年纵然已尽黄昏 但若可以安享晚年 也算是乐龄人生 但中年呢 我们现在想到的中年都不太好 比方说什么 哀乐中年 比方说什么 中年危机 中年失业 丑陋的中年人 其实说到底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对号入座 关于中年这件事 但是其实中年是我们这个社会上 非常重要的中间分子 如果把中年抽离出来的话 整个社会会崩塌的 其实 加在父母与孩子中间 身兼父母及孩子角色的中年人 其实正处于人生条件最饱满成熟的阶段 但往往最常在忙于付出的人生中 失去自己 我认为到了中年之后 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整理一次 告诉自己说 前半生我可能是为了别人而活 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习着为自己而活 到底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到底我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些事情到了中年 如果你还不问自己 你还不去自我实现的话 到了老年 你就会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老人 很多人认为张曼娟的人生很精彩 很让人羡慕 畅销书作家大学教授的光环 她也拍广告 主持电台和电视节目 开办小学堂 带领小朋友读经读诗写作 而且她跨界创作 结合文学古典和现代流行音乐 一切都很完美 很多人会说张曼娟你很幸运 你看你在写作有这么多的读者 他们一直对你不离不弃 你在教书有这么多的学生 这么喜欢你 所以你看你的生活不是很完美吗 但是我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完美 因为同时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 张曼娟你看你的缺陷 你只有父母亲 你没有老公的 没有小孩的 你没有家庭的 你将来就是一个单身的老人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最后的人生要怎么样呢 你看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缺陷 你不会觉得很惊慌吗 对我来讲 我只是觉得每个人 都是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我可以说我的人生跟别人不同 和很多照顾者一样 张曼娟也曾经崩溃无助 在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下 她希望通过更多分享 帮助面临同样情况的同辈人 灰色其实才是我们人生的主色调 我现在明白这件事情 虽然如此 但是灰色也有很大的延展性 它可以更靠近白一点 也可以更靠近黑一点 那我期待我的灰色是 我因为真正理解了这个世界 并没有所谓的完美或理想的生活 所以我会有更加好的动力 希望能够为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 带来一些幸福或是快乐 我帮他们打造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 我就可以往白的地方靠近 就可以让这个白色是 让那个灰色是呈现着白的光亮 许多自青春期开始 看张曼娟作品的读者 或许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中间有差不多十几年时间 仿佛与这位作家暂别了好一阵子 我在台湾这本书出来之后 也是听到很多像你这样子的说法 很多人也是讲说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在阅读你的作品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走 跟你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分歧了 结果没有想到殊途同归 我们最后又一起集合到了 这个叫做中年战的转运战 我们又相逢了 那我只能说这又是一种幸运 但是这个幸运里面 其实有着一个写作者的 忠于自己的一种执着 我很忠于我自己 所以我一直是按照我自己的生命经验 跟我想要去跟读者分享的事情去做 我不会觉得 比方海水生来 这本书这么上销 那我就一辈子都来写 这种青春的纯爱小说好了 我并不愿意这样子做 他不介意随岁月老去 用生命命迹创作与记录 去遇上不同的读者 而读者如我们 在这个关口上 散别与重逢的不止张曼娟 仿佛也包括那个久违的自己 在这里 我们的地方之间